二十世纪初叶 推动变革的渴望和挑战古老传统的愿望 弥漫着整个世界 不过恐怕没有哪个国家 会比中国更适合更需要革新了 经过了四千多年的地质统治 天朝的辉煌时代早已不在 无论经济发展还是社会进步 中国都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 黎明百姓很少受过教育 女性的生存状况尤为悲惨 许多出洋留学的中国学生都接触到全新的理念 其中一些学生发现了一个逐渐兴起的信仰 那就是巴哈伊信仰 巴哈伊教认为 人类此时急需的是找到社会发展的共同愿景 而巴哈欧拉的圣座揭示了这一愿景 第一个接受这一信仰的中国人叫陈海安 他于1919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学习时成为一名巴哈伊 曹云祥 阎雅卿和廖崇真 是早期中国三位杰出的信奉者 关于曹云祥和阎雅卿的身世 已经有著作出版 曹云祥是清华大学的校长 一驻颇丰 而严雅卿则是严慧庆的侄女 严慧庆在20世纪20年代担任中国总理 也是第一位中国驻苏联大使 严雅卿参与建立了巴哈伊国际社团 这是联合国的一个非政府组织 廖崇真是一位受人尊重的政府官员 曾有幸与当时的巴哈伊教领袖 首纪阿芬蒂通信 廖崇真将毕生经历 投入到巴哈伊著作的中文翻译中 尽管他一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 但直到最近他的一张照片得到核实之后 他人生的一些细节才为人所知 在巴基宅邸一语 首纪阿芬蒂挂着一张他钟爱的亚洲家庭合影 这是廖崇真和他的家人的照片吗 长久以来还有许多问题无法回答 廖崇真的命运仍然是一个谜 到2014年10月 这件事情有了突破性进展 这张照片上传到网络 照片附有说明 廖崇真与孙丽叔结婚纪念 1931年广州 这与我们所知的廖崇真是同一个人吗 有许多细节都能得到印证 照片中的新郎与廖崇真长得很像 新娘新郎与巴基宅邸照片上的夫妻十分相像 我们与这位照片的发布者取得了联系 他回复道 廖崇真是我的叔祖父 我是他大姐孙子 如果需要 我可以帮你们联系他的女儿 由于这些新发现 我们得以拼凑出 廖崇真更加完整的人生经历 同时很高兴能在这部电影中 将其呈现给大家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廖崇真出生在广东广州,在家中十个孩子中排行老四,也是家中的长子。廖崇真的家族历史颇具传奇色彩。